好,又回到我们望向编辑部YouTube channel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震别师 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珍的好 亦有来自马来西亚的大马Sir 我找汪又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望向正向晒冷气 点赞分享和订阅 希望你留下延设性的留言 今节我们就讲一讲台湾地区有位台妹 她游览日本时遭到一些不好的事情 搞到她就是哭炭,梦醒了 结果有人提议她 就说你这样做一定是可以的 我觉得是一定不行的 如果你相信这样的事情 其实你也是有些事情要揭示出来 说回什么事 很多台湾地区人出去玩 都会把日本变成她首选 因为很近 一位台湾女子近日第一次去东京探朋友 没想到首先是搭电车时候 被车站的服务人员不友善对待 吓吓得过 因为日本电车很多汗 我们打算遇到一些 不是背黑汗 就是她的逼行背黑汗 当晚又在日寮餐馆 店员歧视她放生 其实我不知道放生什么 直到会识讲日文的朋友到达后 店员才赐过人,乖乖服务 令到她第二天立即乘搭飞机回台湾 直呼 梦醒了 幻想破灭 这么冲动 她安排了几多日行程 第二天就走 这就没说了 最美的风景是人不是风景 人不好风景都不看 最搞笑的是 这台媒体说 有行内人说 只要你的书包上面 有一个清天白日 满地红 的旗帜 日本人的态度完全不同 这件事我刚才说的揭示了什么 第一 原来你相信是出身论的 民主地方的人不是 好像你这样说 不相信出身论 每个地方人都是一样 当你是台湾省和大陆 他觉得 你觉得不同 我觉得大家都是中国人 就是这么简单 但他们觉得原来你相信出身论 你说的民主是不是民主 第二件事就是 亦都证明了 日本人是不懂得分离 是对岸的人 还是不懂得分离大陆的人 不会特意看你的手袋 哪里 看你有什么标志 有什么 你别傻了 可能你放一些银出来 可能有帮助 难听些说 你和 抖音上面的小粉红 一拿本中国护字出来之后 有些看上去就是造假 一看到那些人马上跑会 你所说的 这位女子就在Dica里说 日本一直是他人生规划想去的地方 这次旅行是他第一次赴日 一人自由行 行情是选择网络的一些热点 推荐地方 原本以为很多游客 可以说多国语言的店员 就算不懂日文遇到困难都可以帮助 其实不是的 日本是懂日文很多 所以他有些店铺 为何他请一些会说中文的人 但是这次就说好像发梦醒了 美好的幻想 亦都逐一破碎 他原铺就说当日一早就准备去 电车 搭电车去 涉谷 车 入站时没问题 没搭错车 没想到是没办法出站 当时 服务员才是友善地使用 翻译机帮一位外国人快速处理问题 没想到 换他求助的时候 对方就全程使用日文 外国人是不是像西人 他使用手机 Google翻译对话 一度拿出手机 一度拿出这个翻译机 似乎没用两个人的鸡和鸭讲 一会之后 这个站无缘的态度开始不耐烦 变成很生气 甚至一度是用力 敲打这个感应机 吸引出闸口所有人的目光 最后原铺就说 搭车到 圆上车地点回到饭点 所以就放弃了涉谷 才不能出门 其实会不会容易放弃了 因为我就不会够怨 大家尽量再沟通一下 应该是可以的 如果他这么恶劣 那么恶劣你还没跟他恶劣 小姐不好 比如说有其他人可以帮忙 一个不行 再问一下 然后你拿一些地图指指下 有方法可以沟通到 我始终觉得 在大厅因为搭车问题 颓废了一座早上 当日傍晚时分 原铺就说 在地朋友去 入料餐厅 他因为 朋友工作有事 先行自己入座 店内客人不多 他点餐后 就迟迟未送上水杯 点餐也未上菜 大概半个钟后 他忍不住就问 什么时候送水 什么时候上菜 但是发现 店员都在笑 模仿他说话的样子 这样就不行 如果他说 说真的就不行 莫光时不时就看着他 令他觉得 很辛苦 他忍不住眼泛 此时朋友 江恐到店 发现有所不对劲 原铺就选择模糊弄过去 即是免得说那么多 结果 店员发现朋友 识港日晚 一改态度 快速送水 送上手巾 亦都送餐 最后原铺 就说 用完餐就回到饭店 但什么心情都没有 决定放弃最向往的 抽业员 直接搭飞机回到台湾 对此很多人就说 重点是你竟然没有跟你朋友说这件事 真是 很多问号 就说不是他一来就要说发生过程吗 问问 哪里出问题 店员为什么 这样 亦都有人说 好惊讶 我去过日本几次都是自助 一个日文都不懂 全程是比划手的 和单 简单英文都可以信你过得到 感觉你是刚好遇到不友善的人 这样说 我觉得 到处都有一些不好的人 事实上是这样 我们不会说 日本是怎样怎样 但是就是说这个人的经历 你说是不是 他这么不幸 可能也是这样 但是 如果给我是 不开心的 因为你不帮我 我最多跟你吵架 会不会第二天就回呢 随时行情 因为我没钱 这个选择反映得太过激烈 和你遇到的遭遇 有点奇怪 除非你遭遇到 譬如 什么汉 没有人帮到你 可能会觉得 很不开心 或者被别人是抢东西 那可能就会 可能就会 这个沟通上 出现了少少问题 所以 我是觉得可以解决 不需要 解决 如果不是我 吵架他最多 不好意思 我肯定用 英文说 当然 亦有人说 行内人都知道 你跟他说 我书包上面 是有一个 清天白日满地红的旗次 他们说台湾国旗 台湾国旗引号 他的态度就不同 他们认真的 另外亦有人说 他以为你带六客 说完 这句话相当有问题 你们经常说自由民主 不是不看你什么出身的吗 原来他大陆出身 或者你觉得大陆客 那你就对他这样 那你们何来自由民主 何来讲公平 是不是 他心里都是不相信这套 是不是 浪费 另外 我们来看看 日本当然是 很多人喜欢去的地方 我 去很小过去过 几次 现在就比较少 因为远 现在我离开南半球 日子都比较少 可能去一下亚洲其他地方 很想去大陆 其他地方都没有什么地方 想去见一下以前的同事朋友 其他都没有什么 我妈又 过一段时间又去玻璃维亚 我也不想去 不会去 是不会去 不是不想去 当然 全球化越来越明显 疫情之前 日本的外国旅客 突破了3000万 旅日外国人越来越多 背后也带来很多经济观光客 但是 在日本 部分外国观光客 也引起很多 礼仪问题 现在就好像电车 乘车例 还有 霸佔工设车位 还有 随地垂垃圾 等等 随着观光客越来越多 造成的各种状况 和麻烦都被视为 是一个大问题 由于文化和价值观不同 在自己国家 视为理所当然的事情 我觉得 其实很多地方 会租人白眼 其实 刚才有人有个人说对 应该问问你朋友 究竟什么事 我不对我做错了些什么 还是 当地人真的不喜欢我 或者真的欺负我 当然 入乡随俗 当然要 遵守当地规矩 例如 免得冒犯当地人 我们看看 日本媒体 介绍外国人 在日本所做出 令日本人感到难以自信的七件事 我们看看有没有这样做过 第一 第一 在店内直接打开刚刚 才结完胀的东西 有 有 你麻烦了 不应该这样 我要知道 合不合的 是 不是怎样 出去再看 原来在日本基本上是 不是我们说的 来引述 Live Japan Live Japan 不是我们说Live Japan 我们当然是 一定是 在日本基本上是不喜欢将工买的东西在店里面直接开封 这个我不会 如果是去食店找数 我都下意识会看看是否合适的 他的意思是在店里面打开刚刚是买完的东西 不会,绝对不会 我都觉得很正常 不过在日本的便利店里面经常看到外国人 付完钱就直接在旁边把东西拆开 虽然日本法律没有说这样不行 亦不是每个店家都会出声地禁止 但是尽量避免在收银台旁边大胆地直接把商品拆开 或者是最近设有内用卡座的店也越来越多 真的这么急 用的话就想 我想一叉子也有一些椅子 他意思就是这样 日本直接把刚刚买完的商品在店里面拆开是一项 相当令人困扰的事,因为店面 亦算是不特定多数人利用的公共空间 如果直接打开的话 可能会令到周租的客人感到困惑惊讶 甚至是直接被误会小偷都有可能 所以基本上除了食物之外的东西 最好不要付钱直接在店里拆开 食物就可以了 第二就是 在车厂内大声说话 这个当然不行 这个不是日本的地方 我估计 有些游客 买了一些包包 觉得很漂亮 即场用 付钱之后即场用 可能是因为这样令到他们困扰 我估计 第三个就是 坐在公共场所的座椅 坐很久都不走 我就不会这样做 人家会觉得你是那些无家可归 还是流浪汉的那些 近几年外国观光客在公共场所设立的座椅 坐很久已经成为了问题 比较明显的例子就是 电车车厂内或者车站内的座位 如果长期坐着不走 肯定租人非以 所以还要多加注意和避免 因为大部分日本人认知上都觉得 长时间坐这个公共 设施座位 是一件很离谱的事 有人更会直接向 这个设施单位投诉 抱怨 令到管理单位 只可以作出对策 防止那些人长期霸占座位 所以在日本 如果觉得 累的话就休息一下 不妨就到附近的cafe 或者是餐馆 或者是 公园之旅 所以就坐吧 尽量不要去公共空间 坐太久 甚至霸住位置很久 第四是什么 随地丢垃圾 这个到处都不行了 另外 就是 公共 洗手间的使用问题 因为不少日本人都很惊讶 外国观光客 在厕所的一些 不好的行为 好像擅自把公厕里的纸巾带走 这个不是那么好 我们应该就很少见 暂时澳洲就不太多 外国人我不知道 本地人就很少 用过的一些纸 是放在垃圾桶当中 而不是放在厕所里面 所以就不太好 第六 就是未够20岁就喝酒 大家不同的 这个 我们不知道你的法律法规 所以这个我觉得不对 不应该这么说 第七是什么 就是未获得同意就拍照 这个当然不行 有很多 尤其是KOL的那些 是不理的 嗯 真的不好 就说想拍就拍的了 就是 有些餐厅的老板 我觉得 有些厨师 尤其是 我虽然是 因为各村 乡村各处地入乡 随俗最重要 好 今次节目时间到这里 多谢各位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吝点赞 订阅